根據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報導 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 星期四是一封簡短的信息宗旨 哈馬斯不會交出武器 也不會簽署要求解除武裝的建議 與此同時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 與喀塔爾與埃及的官員 在中東地區舉行會談 以色列已經表明 拒絕保證全面撤出枷篩 拜登日前在白宮公開發表他的 《以色列和平計劃》 敦促雙方克服實質性的分期和不信任 並尋求為該行協議爭取國際的支持